永康街的賓館 聽說在卸業五個月的時間 影響了當地的商家 生意非常的多 因為很多人潮不見了 那麼他們也很高興 聽到說現在賓館要重新開幕 而且是外國的團隊來投資 那麼永康賓館要改名 在六月十二號重新開張 卸業五個多月的永康街賓館 不久之前開始為其木板 重新搞裝潢 他們都很低調 因為它都關起來 裝潢得不錯 滿高級的 低調再低調 因為賓館的老闆羅俊華 和前妻的官司未了 偏偏店面租約 上個月二十五號就要到期 加上夏天賓品最好賣 因此趕緊引進全新的團隊進駐 這個新的團隊 跟原來的團隊 完全沒有關係 羅老闆 現在是擔任新的團隊的 祭司顧問 沒有吃那個豬本 新團隊三十五任 但背景是什麼 店家野稿神明 李市長只願意透露 月初到現在 永康街商圈的人潮流失了兩城 賓館改名字重新開張 已經不能再等 芒果冰的這個味道 還是很到位 但是未來會有一些新的產品 價錢會比原來的高 甚至180或者是200 我覺得價錢太貴一點 之前的價錢就有點貴 因為它停業會 大家更期待它再繼續再起來 賓館的家務室 卻衝擊了商界的生意 現在緊急重新開張 理事長預估兩個月內 人潮就會比以前多兩成 讓所有的店家 都能在暑假大賺觀光客的錢 明日新聞和平驗聲 台灣報導